好 另外镜头带你来看到 傅里乡民代表会也正在进行定期大会 那么也是展开了第一天 是由傅里乡公所进行施政报告 那么乡长表示非常感谢代表会的用心跟规划 未来将持续与代表会共同合作来打造幸福的傅里乡 傅里乡民代表会第二十月第二次的定期大会 11月7号展开 第一天先由傅里乡公所进行施政报告 布里乡民代表会主席叶嘉宏表示 这次的定期会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省议113年的预算案 希望透过这次定期会 乡公所跟代表会共同来为明年的布里乡打拼跟规划 希望工作团队在更新各项计划时 应该要有周庆的评估与准备 让我们的每一分钱都能发挥最好的效果 布里乡长张东城市政报告 先是满心感谢代表会的用心 并且也说明 也规划东里村等三处设置乐林检疫的运动场所 将展现闲置空间的活化 再利用来提升布里乡内的文化水平 以及人文素养的意图 我们目前也有规划东里村等四处 应该是四处 目前又增加了一处 相关的乐林检疫的游乐的一个场所 我们展现闲置的空间 一个活化使用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布里乡代表会定期大会 将从即日起到下周二进行各代表的质询 江东城表示 乡镇的推动就是团队的合作跟决心 公所团队期望在共同努力之下 为布里乡带来新气象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